我国是命案发案率最低 刑事犯罪率最低 枪暴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 每十万人的命案是零点五起 十年来 刑事案件案前事故五项指数 大幅下降 2021年 杀人强奸等八类主要刑事犯罪 毒品犯罪 抢劫抢夺案件 盗窃案件的立案数 和一次伤亡三人以上的 较大的交通事故 较2012年 分别下降了64% 56.8% 96% 62% 和59.3% 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明显提升 2021年 根据国家统计级的调查 安全感达到了98.6% 较2012年 提升了11个百分点 当今中国 成为世界上公认的 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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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 上说